他想說他很想要做COVID-19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疫情的一個檢查 那他想說去哪裡做呢 那如果現在我急著要回國的話 現在回到中國大陸去 你要先做好檢測報告 才能夠上飛機 那到底要去哪裡做 我才能夠快速的拿到報告呢 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今天為大家找到的專家來解答 這是我們華興保險 健康保險部門的經理 這是我們的保險規劃師 安娜高 請她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像這樣子 好想要趕快拿到報告 想要去做這個COVID-19的檢查 去哪裡呢 怎麼做呢 步驟是什麼呢 安娜你好 嗨小米好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對那對於這個新冠的檢測 其實也分為幾種 那一種的就是說 是我們的當地的居民 那可能有的時候 有一些些不舒服啊 或者知道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可能有一點點好像有染上了 那我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怎麼樣 那有一些是說 我現在有一點點咳嗽 我有點點發燒 我要回去上班之前 我要拿一個我不是這個 positive的報告 那這樣情況下呢 就會有說 我去哪裡做 那其實現在呢 每一個county啊 他們的網站上 都會有免費的去做這個 新冠檢測的 這樣子的一個網站的指導 那我們在這個網站上面去 去找到離你家最近的 那當然呢 現在的預約 現在的預約時間大概 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可以能夠 約到了 那基本都是drive through的 開過去 按照它的指示 那我們有一些是在嘴裡面啊 去沾一些唾液 有一些是戳鼻子的那樣子 都可以有做到檢測 那這樣的檢測呢 大約是一個星期以後 會有結果 那這些呢 完全是免費 那像我們知道像CBS啊 那還有就是說是像LA County這一邊 它的網站上面都會有顯示著 哪裡可以做檢測 那如果我現在是說有健康保險 我想通過我的健康保險來看看 可不可以就是做一個免費的 那我就不想到這些政府的 這一些地方去做 我就去我的合約實驗室 可以不可以 那如果你要是用的這個健康保險啊 那如果想通過健康保險去支付的話 你最好要先聯繫一下你的家庭醫生 你不需要直接walk in進去 因為如果現在有這些症狀 我相信醫生包括Urgent Care 也不會讓你進那個門 我們可以打電話給診所 譬如說 我現在呢 有一點點這裡這裡不舒服 我想做一個檢測 我需要醫生給我開具一個證明 因為呢 要有這個醫生的證明之後 我再去做檢測 保險那一邊就會百分之百的幫你付掉 那還有呢 有些人說萬一我真的是染上了以後 我的這個治療費用怎麼算 也是不同的保險公司算法不一樣 有的保險公司 但是到現在為止 還是說了 我如果是說真的是有這個新冠的這個病 在這裡 從開始的檢測到治療 費用全免 保險公司100%的cover 那也有的保險公司是說 你要按照你買的計劃的合約的福利來看 都是不一樣的 那你想看看 如果你自己是萬一萬一 有這種病的情況下 保險是怎麼理賠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保險經濟 或者是保險專家 那他們那邊都會有答案 那我們回到是說 現在的這個通行稍微好一點點了 但是我們說 飛回到中國 現在需要一個最近三天的核酸檢測 證明我是陰性的 我才可以去飛回到中國 那這種情況下可不怎麼樣做 去哪裡找 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沒有免費的 因為免費差不多 都是要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我們就需要 叫這種叫快速檢測 24小時 48小時之內就要出結果的 那這樣呢 我們就需要 可能還要自費去做 那我們這邊就不打廣告 哪一些lab有 其實呢我們可以在網站上 Google上面就是找 24小時出結果的核酸檢測 我們華人區很多都有 那我也知道 價錢大約是在150到175 差不多這個價錢 200塊錢之內就可以有 但是呢也一定要先打電話 預約你去做這個檢測 那基本上呢 按照你買的這個package吧 是看你是要24小時出結果 48小時出結果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呢還是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還是在家裡 再多待一段時間 希望我們這個疫情 能夠趕快過去 但是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隨時打電話來諮詢 太好了 謝謝我們華心保險 Ana 謝謝 Yeah